这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场景管理里面的一个节点 那么什么是节点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际的一个业务需求 来展现节点的一个作用 什么是节点 假设我们现在有个要求 要求干什么呢 我们先看我们当前的这个画面 我现在呢 在这个场景里面画了一个立方体 现在我想把这个立方体重复的在不同的位置 画一百个或者是一千个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该怎样做呢 我当然有些人讲很简单 我在绘制这个函数里面 在这里 每次改变这个节点的什么呢 每次改变绘制把这个重复一百分 把这个绘制重复一百分 然后改变其中的位置 那么如果是旋转我就改变它的旋转矩阵 那么如果是这个缩放我就改变它缩放矩阵 那么这样做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提出一种方法 什么呢 我们把整个旋转缩放平移 这个操作给它封装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节点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说在场景绘制的时候 我们以节点为单位 一个节点就对应一个绘制操作 所说的绘制操作就是指的 对这个节点下面的内容的一个平移缩放和旋转 是个矩阵操作 那至于这个下面到底是会立方体 会什么东西 我并不关心 我们先做简单的一个封装 说class 叫node public 里面有这么几个变量 trans 平移 3 float 这个什么的 要缩放 float 3 杠 root 三个 那么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我们声明一个对象 先就这样吧 void render 我这样写吧 我们把要绘制的数据 拷费下来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绘制 也就是说我把立方体的这个绘制 做了二次封装 然后我们一步步的来优化 绘制 绑定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纹理呢 我们通过这个参数的传进来吧 好了 我们有了这个以后 这个translate 表示平移 缩放 旋转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 调用后分件的函数进行绘制 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函数单独的封装起来 同时我的缩放和平移 也需要在这里进行 那么我就gr translate -trans.x.y.z 这样 我在绘制的时候 我就声明这样一个数组 有了这样一个对象的数组 接下来我做的操作是干什么呢 在我构造里面 随机产生100个吧 它的位置也随机给它产生 那么 原来膜上 200减100 那么范围就是负100到正100 Y Y范围就给它固定 正10到20 Z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把这个节点加到我的速度当中 那么这样以后我在绘制是怎么办呢 绘制的时候我就循环 在这里 绘制地面 这是绘制地面对吧 我可以在绘制地面之前 一个车之后 for interi 等于 0 sets-t 小于 -nodes.set 然后调用我的 这个下面的Render函数 给定我们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绘制呢 我们看它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每次绘制的时候 调用了OpenGR的这个Translate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是叠加式的 你第一次 转转这个移动以后 第二次接着 在上面再次做 那么这样 就达不到我们这样一个目的 那怎么办呢 我在做这个之前 是不是还要 保护当前的战狼 以而Pulse Matrix 画完之后呢 Pulse Matrix 那这样 那我们先这样做 平行 看看 我这样我就绘制了多少个呢 100个 那么这样的话 每一个 它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 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的节点操作 那么实际上 我们这个操作 还是有很多 需要优化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看 每次我在绘制的时候 调用了 OpenGR的Pulse 和Pope 这两个操作 那么我们在 高版本里面 比如说 ES里面是没有 ES2 没有这两个函数的 所以我们尽量 不去调用 这两个函数 本身呢 它的效率并不高 它要向 这个 矩阵堆 或者叫矩阵站上面 放入一个矩阵 然后在这上面 做操作 当然这是 只是个拷贝过程 本身 什么呢 传进来一个矩阵 或者说 我在绘制的时候 把当前的矩阵 给它传进来 当前的矩阵 就是谁呢 MVP 我用的时候 我根据这个移动 生成一个新的矩阵 这个Translate 我就不要了 叫Metrix Met 叫Trans 等于 或者这样 一 单位矩阵 Trans 点Translate 用我们自己 定义的这个 -Trans 移动了 移动之后 怎么办呢 我在绘制的时候 这样做 Load 叫这个还是 Glo的Metrix Metrix Mine MVP 等于 0的 我的 这个Trans 和我当前 传进来的 这个 MV 应该是VP 做成法 这个成的 应该是在 后面乘啊 这样 这个就是最终 我的矩阵 然后我再把它 Load进来 那么我现在 写的这个过程 就是刚刚 我们用 JRTranslate 它实现的过程 只不过 我们这个呢 把它的 这个过程 干什么了呢 用我们自己的代码 给它实现了 先声明个单位矩阵 然后Translate 移动 移动完之后 讲 这个VP 就是我们的观察 和投影矩阵 和当前的 模型矩阵 相乘 得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这个物体 要被绘制的位置 再把它传进去 好了 我们试一试 这个 那么在绘制的时候 要传入我们的 这个MATVP 好 我们看看 看看 是不是跟刚刚一样的 只不过 这个过程呢 我们更加的 可视化一些 我们对代码呢 更加的了解 我们知道 我们在干什么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我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这个立方体 我是看不到的 那么看不到的 在我们系统里面 是不是也 在进行绘制 那么这个呢 是没有必要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算法 把它裁剪掉 判断 如果这个立方体 在我们这个 室口范围内 我就绘制 如果没在我这个范围内呢 怎么办 那我就不进行绘制 OK 那么这节课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节点的概念 那么这样 封装以后 我把绘制 这个节点 主要是实现 缩放 平移旋转 那么绘制呢 我还没有把它分开 实际上 我们这里面 还可以把绘制 也把它分开 因为 我们这个节点 绘制的是什么呢 一个地方 那么换一个节点 它有可能绘制的是什么 一个球 或者一个建筑 只不过 要对这个建筑的位置 缩放 或者是把它 进行旋转 节点的目的 就是缩放平移旋转 对这个数据进行管理 那么再进一步的改善 怎么做呢 class Render 这个呢 是提供数据的 我把这个函数 换个位置 这个函数 专门提供绘制的 叫Renderable 可渲染对象 那么我们 这个 节点是干什么的呢 节点就是 对 可绘制的这个数据 进行管理 移动 平移 等等 一系列的操作 做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的做法 是这样的 首先 在节点里面 包含这样一个 对象 的指针 Data Render 然后当我们 绘制的时候 Void 真正的做Render之前 我要干什么呢 就做这部分操作 那么这个里的参数 你就不用给了 那么当然这里面 我们要给个什么呢 给个文理 这个 这个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没有用到它 对吧 OK 这样做以后 这样做以后 大家看 我这个 绘制 负责提供数据 就只做绘制 那么具体绘制 把这个物体 绘制在什么位置 由谁来决定呢 由这个node来决定 那么看 实际上我们这个参数 都不应该在这传 应该谁呢 应该本身 这个可绘制对象 由它自己来完成 所以我们这里面 其实可以不传的 但是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演示 所以我做了这个操作 当然我可以把它去掉 在外面 外部给它做这件事啊 其实这些都可以去掉 我只做这么一个简单的绘制 OK 参数都不传了 好 那么这样我就真正的完善了一个节点 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 就这样用 在构造的时候 我要创建一个rendeval 把这个指针丢给谁呢 丢给我们的节点 那么在当我进行绘制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那么调用的是这个里面的绘制 但是呢 它的缩放平移旋转 也就是坐标变换 是掉的谁的呢 是掉的我们节点的 节点就负责我们的坐标变换 这样我们的优化更进一步 只不过这回这个纹理发生变化了 那么我们给它重新绑定一下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节点的概念 我们的节点 我们的节点 稍微调整理发生了 我们的节点 就是一个节点